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十二新作中未来三个月会有贵人相处的三大新作 第一名 天称作 天称作的人在未来三个月内有望得到贵人的支持和帮助 天称作的人以优雅 魅力和社交能力而闻名 他们擅长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们通常能够吸引到许多朋友和有影响力的人 这些人可能会在事业上提供帮助和支持 贵人的出现可能是在工作场所 社交圈子或其他社交活动中 他们可能是行业内的专家 领导者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士 他们对天称作的人友好感并愿意提供指导 建议和机会 帮助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发展 第二名 双鱼座 双鱼座的人在未来三个月内也可能会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 双鱼座的人通常以敏感 浪漫和梦幻的个性而闻名 他们往往能够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 在这段时间内 双鱼座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些 对他们的事业或个人成长有帮助的人 这些贵人可能是有经验的导师 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或其他能够提供指导和支持的人 他们可能会在工作场所 社交活动或其他相关的场合中出现 并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帮助双鱼座的人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三名 巨蟹座 巨蟹座的人在未来三个月内也有可能会有贵人的出现 巨蟹座的人以温柔 体贴和敏感而著称 他们通常能够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在这段时间内 巨蟹座的人可能会在工作场所 社交圈子 或其他相关的环境中遇到一些有助于他们发展的人 这些贵人可能是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合作伙伴或其他在相关领域有经验的人士 他们可能会认可巨蟹座的人的能力和才华 并提供机会 建议和支持 帮助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成就 贵人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这些新作的人友好感 并看到他们的潜力和才能 他们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提供机会和支持 帮助这些新作的人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 要记住贵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变得轻松和顺利 贵人的帮助只是给予了一定的机会和知识 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这些新作的人自己的努力和决心 他们需要抓住机会 积极地学习和成长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 同时 其他新作也有可能在未来的三个月内遇到贵人的帮助 新作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保持积极的态度 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 并善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样才能更好地抓住机会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